女儿发烧惊觉那天,我老公在陪他女朋友过生日,我给他打去电话,一律被他挂断,直到我在社交媒体上看见他们的合影。 后来,他放弃所有的一切,只为和他女朋友在一起。 可结婚当天,人家没到场,孩子发起高热,我手忙脚乱地给他找退烧药,还不等找他,就见他抽搐,很快就晕了过去。 他惊觉了,我来不及换衣服,给他裹上毯子,抱着他就去往地下室跑,路上也来不及看红绿灯,心简直掉在嗓子眼。 将孩子交到大夫手里,直到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时,心才重重落下。 医院来得着急,什么都没带。 今天也是巧了,阿姨休息,家里谁也没有。 我靠在墙上,给江义打去电话,想着他如果不忙的话,就来给孩子送点东西来。 可我一遍遍打,却被一次次挂断,最后,直接关机。 我坐在椅子上,望着床上的瑶瑶,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但很快,我又安抚自己,他很忙,应该是在开会或者是加班。 半小时后,摇摇悠悠转醒,吵着要喝水。 我又去护士站给他要了杯水,喂给他喝。 喝完后,他又睡着了。 深夜的急诊室里很杂乱,到处都是人群。 闲来无事,我随手打开抖音,随便刷着。 很快,我在视频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是江义。 一眼,我就认出了他。 他的脖梗处有一颗痣,很小,如果不是很熟悉,根本发现不了。 连同他的衣物,也全都是由我买的。 每一身的搭配,我都是用了新的。 他与一个女子站在一起,手腕着手。 只有背影,没有正脸。 我正正看着,下意识截图,手还忍不住发抖。 就连我攥着孩子的手,都用了几分礼。 我退出短视频见面,找到江义的微信,问他,你回家了吗? 时间一纷纷过去,他依旧没回。 两个小时后,我再次给他拨了电话,依旧是关机。 我坐在椅子上发症,心里慌得不成样子,泪从眼眶里滑落。 随即站起身,走到最近的卫生间。 浑身抑制不住地发抖。 眼泪肆无忌惮地,不停顺着眼角滑落,擦掉右流,反反复复。 我抬起头,看着镜中的自己。 眼角已有丝丝细纹,早上藏起的那根白发,也因为夜晚的慌乱而显露。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自己已经不是二十岁的模样了。 而视频里的那个女人,很年轻。 谁看了都得说一句,青春漂亮,充满活力。 打完掉瓶后,观察一晚。 孩子没什么大碍,医生就让回家了。 将孩子交给阿姨,我自顾回了房间。 简单洗漱后,就躺在床上。 视频里的一幕幕,像是一把锋利的刀,直直刺进我的心口。 绵绵蜜蜜蜜地疼,一分一分饭上来。 十点钟,我坐起身,去厨房做了几个精致的小菜,又化了简单的妆容。 去公司给江易送饭。 我乘坐电梯上楼,还不等上前,助理自顾上前拦住我。 跟我说,太太怎么来了? 我脚步一停,望向她,轻声说道,我来给江易送个午餐。 她面色一僵,直直望着我。 却没说话,脚步也未动。 我眉头一蹴,望向她,笑了,办公室里藏人了。 一边说着玩笑话,一边往前。 推开门,江易正坐在办公桌前。 办公室里没藏人。 或者说,藏的人已经走了。 因为,我看到助理松了一口气。 江易抬头,让人先出去。 她迎上来,接过我的餐盒,自顾打开,全是我爱吃的呀。 真的辛苦我老婆了。 昨天为什么没回家? 我望着她,给她倒了杯水。 我昨晚给你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 为什么? 一瞬间,她的面色一降。 不过很快就恢复平常。 谎话更是信手拈来,昨天手机掉酒局上了。 这不,还是陈总一早让人送来的。 如若我没有刷到那条视频的话,她的话,我就信了。 可我看到了,还点进去那个女孩的主页看了。 虽然没有她的正脸照,可秀恩爱的文案,却是一条又一条。 她偏头看我,拉着我的手,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望着她,轻声说道,昨天摇摇发烧,阿姨请假了,我一个人很慌。 对不起,宛竹,以后不会了。 她拥住我,将下巴抵在我的肩上,手扶在我的发上,安抚着我的情绪。 临走时,我替她整理了一下领带。 轻声嘱咐道,早些回家,摇摇很想你。 助理照常送我下楼。 在一楼时,我撞见那个视频里的女孩了。 她的公牌掉在地面上。 我与她的手相触碰。 只是我快她一步,先将其捡起。 她叫石宇。 很好听的名字。 我近乎呆滞地望着她,手微微发颤。 直到听到她的声音,我才回过神来。 她说,不好意思,姐姐,这是我的公牌。 我递上去。 听见她轻声道谢。 她的脖梗处有一个鲜明的吻痕。 像是在喧嚣着昨天有很好的性生活。 在这一瞬里,我压住的所有情绪全都涌了上来,逃也式地离开。 在卫生间里,将情绪缓和。 我看到了,这个女孩不仅年轻貌美,和我二十岁时,还有几分相似。 可我不能哭,不能闹。 我得保持江太太的体面。 我和江亦是利益共同体,亦容俱容,亦损俱损。 对江亦来说,我和她的感情或许早就没那么重要了。 在一起的这些年里,消磨得也倦怠了。 我靠在墙上,心里乱得像是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 也不知道,我们的感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明明,一切都很安稳。 或许是太过于安稳,所以江亦才要寻求刺激。 我想不明白。 回家时,我一开门,摇摇扑进我怀里。 一声声喊着妈妈。 我低头望着她,一瞬红了眼眶。 是啊,现在的我不只有江亦。 还有我的女儿呢。 人,我可以不要。 但该我的,一分也不能少。 江亦心虚,连着好多天都照常回家。 每天都是陪着摇摇玩,然后陪我插花,还会泡茶给我喝。 好像回到了新婚时。 可我知道,回不去的,一切都变了。 深夜,她上床来,将我拥住。 细细密密地稳落下来,惹得我心里一阵恶心。 我摁住她的手,低声说,不了。 江亦,今天很累。 她在我身后一将,平躺下来,不再有什么动作。 我和她的关系,被划开了一道银河,再也跨越不了。 江亦晚上有应酬,跟我说不回来。 我翻出那份早就送来的慈善晚宴邀请函。 今天,她会去这里,会带着时雨一起去。 猜忌在心里,我换了申利索的衣服,开车前往。 我没急着早些进会场,怕江亦会有所察觉。 所以,等到开场时才进去。 进去遇到相熟的人,他们换我江太太。 是啊,我早就没了自己的名字。 以前还在职场时,明明他们都喊我方总。 可现如今,我只有两个头衔。 一个是江太太,另一个是姚姚妈妈。 我心里恍然地厉害,只剩下无尽的心酸。 远处,江亦被簇拥着,她的身边是石雨。 她挽着她的手,帮她挡久。 仿佛这种事,早就是常态。 周边的人也早已见怪不怪。 我掏出手机,快速按下快门,又将手机放回包里。 就在角落不动声色地望着。 即便心脏像是被凌迟。 快要散场时,江亦和石雨不见了。 我找了半天,却撞见他们纠缠着往卫生间里去。 里面传出嘻嘻酥酥的声音。 石雨问江亦,喜欢我还是你老婆? 她的闷哼声明显,笑声更是明显。 她呀,现在在床上越来越没劲了。 年纪上来了,没意思。 声音声在卫生间里传出来。 我已靠在墙上听着,顺手打开录音机。 只是,我没动,浑身却抖得像个头子。 声音顺着缝隙传出来,像是在我心上不停地凌迟。 一刀又一刀,要将它反复切成碎片。 疼从心口处传来。 眼眶里的泪一出,擦掉,又流,反反复复。 他们又急又要刺激。 连楼上包间都来不及去,就要在卫生间解决。 心里的轻笑声一出,擦去眼角的泪,自顾听着里面的声音。 不过二十分钟,里面人似乎解决完了。 推门出来时,刚好撞见我。 石雨看见我,像是撞见鬼一样,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 将,将,将,将一缓缓走出来,伸手搂住他,怎么了? 他看见我,眼神慌乱,手却无处可放。 我站着身子,望着他,笑了,将一,你们在厕所里干什么了? 石雨躲在将一的身后,而他,便挡在他的身前,生怕我的怒火会波及他。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我便再一次问道,将一,你们都在厕所里干什么了? 你不是都听到了? 他的声音平缓,没有任何波澜,方婉竹,我不爱你了。 砰的一声,像是块砖头,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即便,我早已知道真相如何。 我轻笑了声,上前一步,拽着他的领带,抬手打在他脸上。 他没躲,不偏不倚地任凭我打。 我轻声问道,将一,当初我卖房子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不爱我? 当初你和我结婚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不爱我? 在这一瞬里,我还是失了空。 声调上扬,像是个疯子。 他见周围没人,上前一步,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冲我嚷道, 你知不知道,这些年你太让我窒息了,根本喘不过气。 下班回家了,你还要让我帮你看孩子,和他玩,明明那是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家庭,是我一个人的家庭。 这些年,我为了家庭放弃掉的一切,俨然成了一个笑话。 疑问在我心里悠然生起,我想问他,但又觉得没必要了。 这些,他都不想要了。 孩子也好,家庭也罢,不过是他抛弃的东西。 我往后退了一步,平稳好情绪,问他,还回家吗? 食欲挽着江亿,做事挽留。 他替他整理衣领,像是一个体贴的爱人。 如果,他不是我的丈夫的话,或许我也应该夸赞他一生体贴。 可惜,他是我的丈夫,昨晚还塑在我的床上。 现在在这种场合里,我不能闹,更不能失控。 我得给江亿留着体面,不能让公司的股价受到任何影响。 不然,影响的也是我自己。 我压住心里所有的火气,偏开头,滴滴笑着。 随即说道,江亿,以后你就别再回家了,那不是你的家了。 我呼出一口浊气,拎着包转身就走。 身子发抖,以至于走起来都摇摇晃晃。 我控制好情绪,不让眼泪滑落。 直到到了地下停车场,上了车,眼泪才缓缓滑下来。 心脏处是一抽一抽的疼。 我倚靠在椅背上,大口呼吸着,生怕自己一口气憋死。 这些年,我用心操持家里,是为了让他更好地拼事业。 可换来的,却是一句,这是你的工作。 如此可笑的话,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从江亿嘴里说出来。 婚姻到了最后,没什么爱了,就只剩下良心。 良心也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平复好心情,我回到家里。 推开门,是摇摇坐在客厅里摆积木。 他见我进门,扶着地面站起身,缓缓抱住我。 跟我说,妈妈,爸爸呢? 他说,今天带我去游乐园,可我找不到他,让阿姨打电话也打不通。 我抱起他,将他抱到沙发上,将下巴抵在他的头上。 他感受到我的情绪,问我,妈妈,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我去给你拿药。 他晃悠着要下去找医药箱。 我的孩子很好,他很乖巧,很听话,很明事理。 所以,这些年我的付出并不是无所成就。 我拥住他,想着如何跟他说僵义的事情。 思索片刻,只跟他说,以后爸爸不会再回来了。 即便我保持生线的平稳,却依旧忍不住发颤。 他突然愣住了,问我,那他去哪里了? 他在外面有家了。 我如此说道,小孩子并不懂什么在外面有家了。 他只沉默,不动声色安抚着我。 深夜,还是照常回房间睡觉。 可今夜,所有一切的坏情绪,都将我淹没。 似乎要将我拽进深渊里,让我深深溺在里面。 我和江亦是相亲认识的。 认识时,感情基础并不深厚。 我家庭条件不错,可我妈却很偏执。 认为我应该趁着他年轻,早早结婚生子。 这样,他才会享受天伦之乐。 他给我买了房,买了车,给我安排相亲。 所有相亲对象的条件都很好,只是都长得一般。 用歪瓜裂枣来形容,也不为过。 而就是这时,我认识的江亦。 他是朋友介绍我认识的。 我们一起喝酒,一起聊天。 他总是穿着干净,却不张扬。 温柔体贴之余,也不显得谄媚。 他是个很好的交往对象。 我家里逼得紧,朋友提议道,江亦不是还单身吗? 我们碗主也单身,刚好凑一对啊。 他只一笑,不动声色地望着我,也没说话。 几杯酒下肚,他送我回家。 书弟拉住我的腕子,问我,和我试试。 你喜欢我吗? 我仰头望着他,眼睛眯成一条缝,想看到他的心底。 他答,喜欢啊,从见第一面就喜欢。 我也喜欢他,单于美色也好。 至少,他比我那些相亲对象,好看不止一点。 我们开始恋爱,交往。 工作日,他接送我上下班。 周末,我们便去周边玩。 激情来得快,散得却很慢。 我们的恋情被我妈得知,她怒火中烧,阴阳怪气地将桌子掀了。 我爸大气不敢出,坐在沙发角,等我妈发落。 我也大气不敢出,蜷缩在我爸旁边, 让我妈尽量把火发我爸身上。 她望着我,冲我嚷道,方婉竹,你知不知道她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你知不知道,她和你在一起,很有可能就是土你的东西。 我知道江亦的家庭。 她爸在她十二岁时去世。 家里有个妈妈和一个还在上学的妹妹。 住在老城区的回迁房里,家庭条件一般,没多少存款。 我都知道。 我垂着眼不说话,只听我妈语重心常跟我说, 竹子,咱们不求多么大富大贵的家庭, 只求和我们家差不多就行,门当户对,你懂不懂。 可我爱上江亦了。 江心,全都放在了她的身上。 所以不愿放开她。 眼泪从我眼角流出,擦掉又流。 我爸哄着我妈,让她不要生气。 我仰起头,冲她说道,我要和她结婚。 声音虽小,却很笃定。 自小我便这样,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做。 几乎不会更改。 为了要和江亦结婚,我三天没吃没喝。 我妈心疼我,还是松口了。 她抱着我说,方婉竹,路是要自己走的。 希望你不会走到绝路。 一婚时,我父母并没有为难将益。 甚至连婚房都没要求她买。 给的彩礼,也是少得可怜。 我妈填了几万块,给我凑了整数存起来。 我妈嘱咐她,我闺女前二十多年没受过什么委屈, 希望你也不会让她委屈。 她满口应成,说,妈,我肯定一辈子都对婉竹好。 曾经,我以为婚姻都是我爸妈那样的。 虽不恩爱,却相敬如宾,不会有什么变故。 可是,我从没分得清。 和父母抗争半天,嫁得是人是鬼。 和江亦婚后,一切平稳。 第三年,她所在的公司破产,家里的收入落了一半。 她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想要去创业,和我分析可行性。 我考虑过后,决定支持她,甚至把房子卖了。 我们租了一个老小区,仅有一室一厅。 生活条件骤然下降。 我工作和她创业的项目重合,所以她创业时,我给予她帮助。 她公司里一切事务,皆由我处理。 白天我要上班,晚上要陪她应酬。 所有一切的决定,都由我和她商议完成。 我们从一间小小的公寓楼,搬到有落地窗的写字楼。 用了两年。 这两年里,我怀孕了。 因为应酬,流产了。 我还记得那是个血液,身下的血将白色裤子染红。 我那天约了投资人,说话间言语激烈。 站起身时,不小心撞到了桌面。 肚子一抽一抽的疼。 可即便如此,我还是纠缠着投资人。 希望能给个机会,能了解一下项目。 她说,方小姐,你流血了。 急匆匆地,将我送入医院。 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怀孕,还以为只是生理期。 可医生跟我说,你流产了,要好好休息。 那一瞬,我才清醒过来。 江义风尘仆仆地赶来,看见我的一瞬,红了眼眶。 心疼要从眸子里溢出来。 她抓着我的手,问我,疼不疼。 看见她,我的情绪才彻底绝地。 我哭着冲她说,江义,孩子没了。 以后会有的,以后会有的。 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安抚着我情绪。 那段时日里,江义虽然很忙,但她尽心尽力地照料我。 每天回来家务全包,每天都往家里跑好几趟,为了给我做饭。 从不会闲家务难做,更不会说那是我的工作。 而那笔投资,是公司发展最重要的一笔,是我拉来的。 当时,江义说,宛竹,你简直就是我的福星。 仅仅几年而已,她就变了。 变得面目全非,让我一点都认不得。 梦中一切杂乱无章,似乎要将我吞没。 醒来时,挣了几分,才缓过神来。 去给孩子穿衣收拾,送她去了学校,又去公司找江义。 这一次,她助理拦下我,跟我说,太太,江总说,您来了不见。 我推开她,自顾向前。 她一次次让我别为难她。 我站正望着她,应道,好啊,那劳烦你通报一声,我就在这里等。 告诉她,如果我等不到,就会把昨天的东西发出去。 我了解江义,她不会让我影响公司。 公司是她的命。 命没了,食雨也不会跟着她。 我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水,小口瞎着。 里面的人很快出来,将我迎进去。 这一次,她连头也没抬。 我自顾坐下,望着她,问她,什么时间去办离婚。 看你的时间。 她答,我打开日历,翻找黄道吉日。 随口说道,江义,我要回来。 这次,她正住了。 目光直直望着我,眼睛里的布满快要一出,方婉竹,照顾好孩子才是你应该干的事情。 你已经离开公司很多年了,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你回来能做什么。 她要说的那些长篇大论,我都猜到了。 可惜,不论她说什么,这一次我要回到这里。 这里,也曾是我的战场。 我双手交叠,轻声应道,我是通知你,不是和你商量。 我手里有你出轨的证据,只要我放出来,骨架一定会受到波动。 到时候,我不就不在意结果了。 你,她指着我,骂我,你真恶毒。 恶毒吗? 我从小被教育,做人要堂堂正正。 做事,要光明正大。 而她呢? 半分都不光明磊落。 甚至还在外面养了人。 她却还说我恶毒。 听闻她的话,我垂眸笑出声,伸手拿起她的文件砸在她身上, 我要是恶毒,就该带着你一起死,而不是和你在这里有商有量的说话。 不等她发怒,便不动声色将选好的离婚日期告诉她。 拎起桌面上的包,轻声说道,离婚那天来接我,顺便把你的垃圾带走。 在这一刻我才明白,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而不是我的家里。 像江易这样的脏东西,就应该在有害垃圾那一类里。 在我家里,简直是污染了环境。 江易来家里,签了离婚协议,顺便把东西带走。 她走时,摇摇察觉到什么,情绪失控,抱着她的行李箱哭着,闹着,不让她走。 在她的眼里,江易是个好父亲,至少为她提供了正向的情绪价值。 我不阻止她闹,就看着她,轻声说道,摇摇,放开,爸爸要走了。 她仰起头,抽气着问江易,爸爸,你还会回来吗? 她没答,只说,爸爸永远是你爸爸。 永远吗?哪有那么多永远? 阿姨将摇摇抱走。 我们去民政局,在路上一直坚默不言。 到场时,将冷静期的文件签好。 这一天,何来结婚那天一样? 阴雨天气。 或许那时,就预示着我们的婚姻,会到这一步吧。 从民政局出来,我们并肩站在一起。 我只看了她一眼,说道,江易, 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 她说,你也是。 当然,我如此说道,随即自顾向前。 她会不会好我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好。 回去的路上,我坐了公交回家。 就像结婚那天一样。 只是,还是不一样的。 这次的加在相反的路上。 路,不同了。 我和江易的路,或许早就不同了。 或许是从我怀孕开始。 或许是从我离开职场开始。 亦或者,是我们不能并肩了,所以就走散了。 只是现如今在回顾,早已没什么意义。 泪从我的眼角滑落,望着窗外,任凭她流。 没关系的方婉竹,不过是刚刚开始呢。 我如此告诫自己。 还不晚,一切都还不晚。 根据我和江易的交易,我回到公司任职。 和曾经一样,任副总,管理市场部。 回去后,我很快意识到不对。 所有的一切抉择,全都跳过我,都由江易做决定。 察觉后,我简直气笑了。 她把我架空了,只留下一个头衔。 我问她,她只说,方总,你想多了。 声音平缓,毫无感情。 我踢开椅子,站起身朝外走。 在电梯间里,我又遇上江易了。 她含笑望着我,说,宛竹,我说了, 你在家里拿拿分红,照顾照顾孩子,就挺好的。 见她如此,我也笑了。 江易,你可千万别从高位掉下来。 不然,便是万劫不复。 我踏进电梯,呼出一口浊气, 却不知该如何破局。 我和江易离婚的事情很快传开。 好像所有人都自动站到了江易身边。 她是在位的执行者, 所以他们奉承她,听从她,也很正常。 我处理简单的文件。 夜里,收到一封邮件。 江易抛出一部分股份,购买高价别墅。 和江易离婚时,我拿走了所有的现金,房产。 她,或许是要结婚了。 所以要购置新房。 我不动声色高价买进江易的股份, 她也没有一分察觉。 第二周,我收到一份请帖。 将一盒十语的请帖。 上面人的合影郎才女貌, 很是般配。 日期,在这个月的月底, 已经临近了。 我和她不过刚刚离婚, 她就如此快地迎娶新人。 太迫不及待了。 我合上电脑, 思索着要不要去。 很快, 就做出决定。 是的, 我要去, 还要带瑶瑶一起去。 要让她看看, 她眼里的好父亲, 如今成了新郎。 婚礼当天, 我给瑶瑶穿上漂亮的裙子, 告诉她去参加婚礼。 她在床上蹦跋, 问我, 谁的婚礼? 你爸的。 我随口应道。 她嘴一撇, 摊坐在床上, 问我, 妈妈, 爸爸和谁结婚? 一个阿姨。 我如此解释道, 到婚礼现场时, 宾客已坐无虚席, 记者以及商界名流全都到场, 为这对新人做见证。 他们对姜毅说恭喜。 奉承的话张嘴就来, 瑶瑶看见, 想要上去找姜毅。 我拉住她, 轻声说道, 瑶瑶, 别闹。 她挣扎着, 闹着, 说, 妈妈, 我要去问问爸爸, 还要不要我了。 她不要你了。 话在我的嗓子眼里, 差一点就说出口。 可我没说, 自顾松开手, 让她去找姜毅。 姜毅弯腰将她拥进怀里, 好听的话张嘴就来。 瑶瑶喜笑颜开, 回来找我时, 她说, 妈妈, 爸爸说她永远是我爸爸。 是, 姜毅永远是我女儿的父亲。 这是我改变不了的事实。 婚礼及时已到, 新娘却消失了。 姜毅站在台上, 等着时宇的父亲挽着她上台, 却迟迟不见人来。 周围人开始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他们说, 姜毅抛弃弃子, 如今也被抛弃了, 纯纯是活该。 我听着周围的话, 脸色未变。 舒然, 大屏幕上开始播出一段视频。 是时宇和姜毅恩爱的视频。 她的声音和姜毅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在大厅里回荡, 周围议论声更响了。 我抱住姚姚, 捂住她的耳朵。 生怕这些声音脏了她的眼和耳。 她仰头望着我, 手扣着我的衣角。 姜毅慌乱地把线拔掉, 开始给时宇打电话。 周围的遭乱和台上人的表演, 简直让人觉得可笑。 联系不上人, 姜毅疯了。 她跑到我面前, 跟我说, 方婉竹是你对不对, 是你威胁时宇。 此刻, 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眸色平静地望向她, 笑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你自己见色起意, 连人都不知道查一查。 所以, 你落得这样的下场, 是活该。 我看她发疯, 看她砸进肠子里的一切, 默然退场。 而姚姚一路上沉默, 连一句话也没说。 这场闹剧, 结束了。 曾在江义卖股份时, 我就查了时宇。 她曾经有男朋友。 不巧的是, 她的男朋友 刚好是江义的竞争对手。 她来到江义身边, 就是为了搞江义, 让股价下跌, 让江义跌入万丈深渊。 现在, 她工程深退, 自然也不会 留在江义身边的。 她不爱江义, 但江义, 是真的爱上了她。 婚礼上的事情, 被媒体大肆宣传。 公司股价大跌, 所有股东都在弹劾江义, 逼迫她离职。 之前, 我收购了江义抛出的股份。 现在, 是这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我坐在位子上, 赚着手上的戒指, 望向江义。 轻声说道, 是你自己走, 还是我找人请你离开。 她垂下眸, 望着周围的人。 沉默许久, 才跟我说, 咱俩能不能单独谈谈。 好啊。 我笑着回应道, 站起身, 跟在她身后走出去。 到隔壁会议室, 她书弟拥住我, 宛竹,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以前不是说我做什么, 你都支持我。 我只是犯了, 男人都会犯的错, 你原谅, 听到她的话, 我心头直冒火。 高跟鞋踩在她的脚尖上, 她尖叫出声。 我往后退了一步, 抬手给了她一巴掌, 我告诉你, 江义, 我下辈子也不会原谅你。 我找人清空江义的东西, 把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丢给她。 抬了抬下巴, 事宜让她滚蛋。 她还要哀求我, 还不等她将话说出口, 我就让人把她抬了出去。 有些东西, 我能给。 有些东西, 我也能全都拿回来。 江义离开公司后, 我开始处理她的烂摊子, 第一步是清理门户, 第二步, 又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公关。 第三个月, 股价才开始慢慢回暖。 一切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 一切不过刚刚开始。 江义离开公司后, 又开始创业。 她早已习惯被人簇拥着, 捧着, 现如今她成了万人闲。 所有人对她避之不及。 这三年里, 她卖掉了高价买的别墅, 作为启动资金。 项目投一个赔一个, 仿佛时运早已用完。 甚至, 她还开始卖掉公司的股份, 用来投资, 炒股。 这些钱, 都被她挥霍掉了。 而姚姚今年已经六岁了。 她会上网, 懂得一些事情。 在网上, 能了解到她爸的一些事迹。 她不再念叨着, 要见她爸。 甚至姚姚来找我时, 她还会跟我说, 妈妈, 我不要见爸爸。 声音微弱, 却坚定。 在她七岁生日时, 姚姚来给她庆生。 她抱着一束花, 还给她买了一串手链。 她连看都没看, 自顾丢进垃圾桶里, 仰头看着她, 说, 爸爸, 我不想要见你。 在这一瞬里, 姚姚红了眸子, 拉着摇摇的手, 跟她说话。 只可惜, 姚姚捂着耳朵不听。 索性, 她放下手中的花, 站起身, 自顾向外走。 我正要关门时, 却听见她问, 宛竹, 我, 道歉的话就不必说了。 我打断她的话, 你走吧。 目送她的背影, 我将门关上。 回头时, 姚姚抱住我, 眼泪从眼眶里溢出来。 她是难过的, 伤心的。 毕竟她父亲做的事情, 让她失望了。 我摸了摸她的头, 拉着她到沙发上, 抱着她, 缓和着她的情绪。 她问我, 妈妈, 你伤心吗? 妈妈不伤心。 我捧着她的脸, 摇摇, 你要记得, 以后不要为了不重要的人 何时伤心。 不然伤心又伤神, 却依旧什么都换不来。 她似懂非懂地点头, 枕在我的腿上, 沉沉睡去。 我和姜姚这些年没见过, 即便是同属于一个圈子, 她的公司是创业公司, 够不着我, 自然我也不会给她什么资源。 我恨不得她死了才好, 自然半分都不会帮忙。 去参加慈善晚宴时, 我撞见姜姨了。 她给人发着名片, 希望人家能给她一个机会。 那些人拿话奚落她, 她还要陪笑。 我站在远远的地方, 就这样看着, 心里毫无波动。 现在的姜姨什么都没了, 她得陪着笑脸, 去寻求一个机会。 可曾经, 她什么都有, 是她自己选择不要的。 我将酒杯放下, 自顾离开现场。 现在, 我和她是两条平行线, 将永远不会相较。 后来再听说姜姨的消息, 就是在一年以后了。 她苦苦支撑的公司, 到底是破产了。 业界都说, 她是因为心太狠, 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抛弃弃子的人,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听着那些话, 只是笑着听。 带姚姚去吃饭的时候, 我们撞见了姜姨。 她正在给人家倒茶。 不小心一出, 便开始道歉。 姚姚拉着我走, 不让我看。 我含笑跟她进了包间。 来上菜的人是姜义。 她布置好菜品, 轻声说, 慢用。 随后, 自顾自退出去。 她欲言又止, 却无话可说。 吃完饭, 我带姚姚走时, 她拦住我。 跟我说, 我还是想跟你道个歉, 是我对不起你, 声音很轻, 却很诚恳。 我点点头, 笑着冲她说道, 都过去了。 祝你一切都好。 我牵着姚姚的手离开, 没有再回头, 只往前走。 我们在这人世间, 总会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 也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总要允许它发生。 这人间烟火, 总不会事事如愿, 也不会按照我想的方向发展。 只要, 尽力就好。 一切, 总是会好起来的。 你看, 天亮了。 番外, 将一篇我和婉竹在一起时, 我什么都没有。 没有房子, 没有车子, 家里也一贫如洗。 她母亲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觉得我条件差, 家事不匹配。 是怕婉竹跟我在一起之后, 会吃苦。 即便我一再承诺, 不会让她跟我吃苦, 也依旧是食言了。 我们婚后, 住进了她家里买的房子。 在我决定创业后, 她将房子卖掉, 作为启动资金。 我岳母知道以后, 将她好一顿骂。 她安抚着, 说, 妈, 等有一天将一发达了, 还不都是我的。 在生活上, 她用心地照料我。 在工作上, 她辅佐着我。 她是个很好的妻子。 但随着工作越来越忙, 我越来越不爱回家。 每次回去, 她都会让我帮忙处理家务, 还会让我陪着孩子玩。 在外一天, 我也很累。 家里那些事情, 我根本不愿再应付。 但她的笑脸, 也让我说不出拒绝的话, 直到, 时雨的出现。 她长得和二十几岁的方婉竹, 有些相似, 性格也有些相似。 对我虚寒问暖, 陪我喝酒聊天。 应酬时, 还会帮我挡酒。 那些时候, 我全然忘记了曾经的方婉竹。 这些, 她也曾陪我一起做过。 可, 我都忘记了。 醉酒后, 时雨闻我, 说她爱我。 而我顺势和她发生了关系。 我以为, 只要我瞒得够好, 处理得够好, 什么都不会发生。 可婉竹还是发现了, 要和我离婚。 我们结婚那么多年, 感情慢慢消耗, 原本的激情退却。 只剩下对于生活的无奈。 所以, 离婚对我来说,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在方婉竹提出离婚时, 我松了一口气。 但她说, 她要回到公司。 而我只想将她困在家里, 让她照顾家庭。 她威胁我, 我不得不同意。 在她回归公司后, 所有人都选择站到了她的对立面。 我想, 以她的性格, 肯定会知难而退。 早早回到家里, 去照顾孩子。 那才是她的主要任务。 可没有, 她依旧在公司里, 苦苦撑着。 日子平顺发展, 我想要和石宇结婚了。 我卖掉一部分股份, 购置了高价别墅, 想要给她一个体面的婚礼。 可我没想到, 她一步步靠近我, 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所有人靠近我都有目的。 唯独芳婉竹没有。 是的, 唯独她没有。 她陪着我一路走来, 吃了那么多苦, 却也从未喊过苦。 可她明明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所有人都舍不得她吃苦。 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幸运, 其实是她给的。 她帮我, 陪我, 引领我, 如果没有她, 或许我便什么都没有。 可等我醒悟时, 身边什么人都没有了。 深夜里, 我睁开眼, 周围一切都是黑的。 原本, 不是这样的。 我有老婆, 有女儿, 有帮衬着的岳父岳母。 可现如今, 我什么都没有了。 这一切, 全都是我咎由自取。 一切后果, 也应当承担。